歡迎收看 我賣也是很長 口碑超好 客人打開門看到我 瞬間叫我 至少講得50遍 他講得很像 挑戰成功可以坐上黑傻巴輕鬆 憲哥啊 等一下 回來 我媽才沒有那麼喜歡憲哥 不是… 我媽跪然憲哥 對不起… 相當不錯 但是對得太多次 要演真的一點 要唱哪一層 巴車地獄 為什麼是巴車地獄 我媽講話很久 他有做什麼工作的啊 喜劇演員 很棒 跳成功 費得滿熟的啊 這一兩個小妄子 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就太完美了 我老抽不喜歡 歡迎收看小明星 嗨 嗨 嗨 好的 剛剛從中在看KOTO 後面有自己的這個舞台跟醬 好可怕 但今天他們來到電視上面 要來比拼就很恐怖了 對 這個有時候我們也會遇到 這種所謂的水土不服 對 有時候 舞台劇演員或者搞笑的 劇場搞笑的藝人 他們要上電視的時候 突然間整個破功 不知道耶 好怪喔 比如說KOL 也就是意見領袖 他們不得了什麼百萬 兩百萬 粉絲數 一到現場整個掛掉 我們不知道他為什麼 對 大家要上節目之前 大家都在就是圈子裡面說 要上憲哥的節目怎麼辦啊 對 你知道製作人他們問了50個人 才有6個人願意來耶 真的啊 真的啊 你看 你們好難喔 本來這一人界跟人生是一樣的 叫做大浪掏殺 你是個咖 是個鑽石 擺到哪裡都是鑽石 不是耶 你撈… 真的有一個金馬耶 就真的是他了 周杰倫的師兄康康 他從來沒有因為他的外貌 而放棄自己 他持續很努力 其實要搞笑藝人也不能太帥 像憲哥就是太帥 好棒喔 這很明顯 有CD要送吧 很明顯吧 他夠矮 他頭夠大 他有喜劇演員的特徵 哈囉 東瓜舞 你有沒有看過 不要這樣子 對 你怎麼了 兒歌交響 黃翔曲 兒歌黃翔曲 4月4號兒童節出兒歌 是真的兒歌啊 真的耶 謝謝… 高知剛才是拼圖耶 因為怕沒有人買 所以前面做拼圖 然後裡面有畫畫 還送一支彩虹筆 主要是我有一首歌叫 愛拼圖才會贏 好可愛喔 然後裡面有跟我女兒唱一首歌 叫按摩師昏倒 這真的是整個全部都是兒歌啦 對… 還有因為我的巴豆腰喔 對 這個拼圖 拼圖英文叫Puzzle Puzzle… 你看這個還真的是反譜歸真 因為之前我跟 當爸爸以後整個不一樣啦 之前跟兒子唱了一首Cucci Cucci 然後有千萬的點擊率嘛 然後我女兒就在 女兒就在那個YouTube裡面看到說 為什麼哥哥有 我也沒有 我說那爸爸寫十首跟你唱這樣 感動… 兒歌 黃翔曲大邁 歡迎 謝謝… 看著蓉蓉 蓉蓉你告訴我們一下 一下子你看你這個 從當時從舞台劇 然後電視 你如何在兩邊適應 把經驗跟他們來交流一下 每個戰場真的差滿多 因為我一開始要上電視 講脫口秀的時候也是非常緊張 然後很多新山色也不能講啊 哪有 你哪裡有再不能講 有那邊 擋掉很多了 不然可不是只有這程度的 了解 第一組我們先用抽籤的好不好 是 抽出來的第一位 他就是直接跟第二位PK 看能不能哪一位 留在衛冕者寶座上面 第一位 你看這亂抽的 好恐怖 OK 樂經平 地獄探險 一起來歡迎他們接下來的表演 來 新生音 大家好 我是阿鈞 大家好 我是凱婷 我們是樂君婷 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其實我們兩個是情侶 然後我有一個願望 就是想要帶我的男朋友 去給我媽媽看 你們聽起來是很正常的願望 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兩年了 要兩年了 死了就不能見了 不是 死了要怎麼見 我最多就是祭拜 每次近日的時候 我們都有去祭拜 拜過 然後叫見面嗎 見面就叫 這什麼意思… 媽媽 起來不要怕 不是 他不… 這是憲哥 這身體 這是觀眾 他們才會怕吧 妳媽當然不會怕 坐好阿媽 大家好 我是凱婷的媽媽 不要拿自己的媽媽玩腹與樹 不然這樣嘛 請問這位是 八爺大哥… 既然有八爺大哥的話 想必這位一定就是 七爺大哥 你比我想像中的高很多耶 七爺八爺都到了 他這邊一定是 牛頭大哥… 牛頭大哥旁邊那就是會是 這樣… 尤其是八爺大哥你知道嗎 我從小就很喜歡八爺大哥 謝謝… 還有牛頭大哥 對 我小時候就喜歡吃 你們家的沙茶醬 不對啊… 那不是我家的 對 尤其是七爺大哥… 你知道我國小Cosplay的時候 還曾經Cos過七爺大哥你知道 你玩弄了唄 我還有問題要問 八爺 問八爺是不是 八爺大哥… 我想要找楊凱婷的媽媽 好 看見那邊沒有 有一個電梯 有電梯 有電梯 往下坐就可以到了 是… 媽 這還帶電梯小姐的 電梯馬面 電梯馬面 請問要到哪一層啊 凱婷… 我們要去哪一層啊 好多樓 拔舌地獄吧 為什麼是拔舌地獄啊 這樣講好嗎 真的啦 媽 拔舌地獄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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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八爺大哥 他沒上來 丁 拔舌地獄到啦 凱婷…到了… 跟姐 媽 伯母你好 舌頭被拔掉了嗎 我媽再跟你講話 趕快跟她打招呼啊 聽不懂啦 完全聽不懂她講什麼 那不然隨便找根舌頭 叫媽 講究點 你媽舌頭也太大根了吧 好了 媽 你可以講話了 波木講話啊 講話嗎 波木講話嘛 現在有一個人演我媽 那妳去演啊 我演 我演 凱婷喔 太多了… 我媽沒有那麼散巴 只是很建立 妳媽沒那麼散巴 對 冷靜點 凱婷喔 媽 我帶我男朋友來看妳了 她叫阿君 是妳男朋友啊 對… 很帥的小伙子啊 她嘴巴見 但她誠實 這妳男朋友啊 對… 很普通的小伙子啊 妳男朋友做什麼工作的啊 她是那個 為什麼要說謊啊 不是嗎 喜劇演員 真的算職業嗎 我才確定 就喜劇演員 剛剛說要誠實了 好…誠實…對…好 男朋友做什麼工作啊 喜劇演員 很棒的一份工作呢 對啊 你們笑什麼 不要… 什麼那個喜劇演員 被你們笑 笑出來的是憲哥 可以…笑… 男朋友對妳好嗎 很好… 我們相處的還可以啦 那就好了 你們趕快回去吧 活人不要在這地獄待太久 那我們就走囉 拜拜 拜拜 可惜啊 媽這輩子是看不到婷婷川 好像婚紗的樣子 媽 怎麼了… 你在這裡過得好嗎 我好久沒看到你了 媽過得很好 不過有那麼一點寂寞 寂寞 對啊 不可以啊 謝謝大家 來 掌聲鼓勵 簡潔有力啦 簡潔有力 他們兩個的表演我講真心話 一看就知道 經常在小場子裡面比較會 他們背的滿熟的啊 一兩個小妄子 對 謝謝啊 其實是一兩三四個 五六個 一兩三四五六七八個 但是我們還是有妄子 對 瞎不演… 對 因為他平常可能妄更多這樣子 對 妳懂我 可是因為他們的資歷其實也只有三年 我跟妳講 太流利就叫做不流利 有沒有 李久哲 完美 不完美 太完美就是不完美 Live啦… 李水影子的Live 就像他 小朋友 你第一次模仿李久哲 超不像 我沒有…我沒有要模仿 我說李久哲有一首歌 憲哥模仿我沒有像過啦 他模仿沒有 第一次歐男相逢 真的嗎…知道嗎 知道吧 有趙恩 魚馬 我以為是李久哲 那個哏 我覺得那個舌頭為什麼那麼大 那個舌頭 我以為說你把它弄了 你媽媽講話會大舌頭 這都只是一個建議好不好 對啦 第一組表演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標準 對 你就坐一下 先坐… 好 來 先坐 我好喜歡看他們這種舞台上的 一個表演 其實很自然 因為他們要幹嘛 你知道 他們必須要去融入一個東西 然後在那裡擠破腦袋 我們怎麼樣去可以讓反轉開始 對 剛剛的就是搞笑的基本要素都有 來 我們另外主要來挑戰他們 抽出來的就是他們的挑戰者了 第二位魔王就是 下水彼得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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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誰 我是Peter 歡迎大家好 我是下水彼得 歡迎 歡迎 我們來自高雄 請去開港 謝謝大家… 剛剛來到現場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觀察就是 這是各個老牌藝人 在電視上看過的 然後我就發現 老牌 各個 老牌是專業的帶名氣你知道嗎 就是尊敬 尊敬 尊敬 然後就看到就是評審期間 評審隆隆跟康康坐在這邊 會覺得 太像A片場景了吧 喜劇演員大對決 笑點冷到弄不了 有 不要講一些廢話 例如多喝熱水 你以為我很緊張 你要不要喝溫台水 到時候要躺的時候 傳染症症的臭味 寶寶就問我說 車子正常嗎 所以當然正常 到我的臉書會把 所有的笑點都告訴大家 我學生的時候 很難跳課 一跳都跳三節 你們這樣就有獎金嘛 三節 大家加油 快結束了 我跟康康坐在這邊 會覺得太像A片場景了吧 黑色的沙發 配上中年的高中生 還有迷戀的女老師 我很愛打遊戲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像我阿公一樣 用生命在玩遊戲 我玩龍與地下船 我阿公玩 代言了啦 我玩遊戲破關 我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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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說什麼 沒關係啦 跟你講 連續登入30天 就會送大禮包 我阿公第27天就去世了 我阿公沒有領到禮包 他直接下去領白包 你知道嗎 我阿公真的是 但其實我自己也曾經 想要靠玩遊戲賺錢 當時我想當的是遊戲的實況主 但很難跟我媽解釋 所以我當時只會跟我媽講說 媽 我要把門關起來一下 妳一個小時不要進來打擾我 那時候我沒有想到 我媽聽起來就是 她覺得這是小彼得的快樂時間 沒那麼久耶 對啊 我不知道 而且後來 我玩遊戲時間越來越久 我們一關七八個小時就不見了 我媽可能開始擔心說 我們家兒子 怎麼這麼持久你知道嗎 總之有一次 玩遊戲玩大班然後很緊張 正在外面在敲門 我媽就說 李德啊 媽媽知道 年輕人打這個很重要啦 但是媽媽覺得 打這麼久還是不太好 我那時候玩大班很緊張 我趕快對門會大喊說 媽 沒有啦 我打這個不是自己開心 媽 不要開門啦 現在很多觀眾都看我打 我不能停 媽 等一下 麻煩這樣 我把網子給妳 造成了很大的誤會… 但像現在長大了 我就沒有真的神成實況主 其實我有一個交往很久的女兒 已經六七年了 但我交往這麼久還是很困惑 就是女生月經來 為什麼要叫大姨媽 很奇怪吧 很奇怪 因為月經還是個很正常的 生理現象 不要用就排出來 為什麼要叫大姨媽 你們想像一下 今天我在大姨媽 我說 很奇怪吧 超奇怪的 另外一個我無法理解的東西 就是女生月經來 到底要怎麼安慰她 那個賓勝龍龍 如果妳那個來的話 妳覺得對方到底要怎麼安慰妳 就是不要講一些廢話 例如多喝熱水 誰敢跟我講多喝熱水 跟我試試看 完全不行 有真正的處理方式嗎 就是她這樣給妳什麼 巧克力啊 或者是剛好聽過紅豆湯 對 這邊一些熱飲吧 我們這樣會比較舒服 月經來我們弟就會 恭喜… 放心了… 對 我上網查 女生那個來 要怎麼表達同理心 網上真的這樣寫 她說 那個來時 讓她彈妳旦旦一下 真的 網上這樣寫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現在是怎樣 女生那個來 男生彈珠台嗎 我就說莫名其妙 重點是 我真的有一次讓我女友試了 我沒有看過她那個來的時候 這麼開心過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就把褲子脫下來 她的表情跟神情是這樣的 我說妳等一下… 冷靜一點… 她想說我就忍住 我說好 你快點… 哈囉 然後我當下倒在地板上抽搐 然後女友在一旁也很緊張 她就說 你有沒有事 當下我的心 給我淡淡還要痛 好 現在我先表達到這裡 我下水筆的 來 掌聲鼓勵 來…融融怎麼看 等一下 我剛剛有破梗嗎 沒有…我覺得她剛好是銜接上來 順著妳 對 很漂亮很漂亮 因為我沒有聽過她那個原本的段子 反而我有一點小破梗 她 對不對 不…我覺得還好 真的 我覺得一切都是順得過來 反而笑點加分了 妳好樂觀喔 沒錯 她好樂觀 妳整個這樣走下來是還好 不是很順的 她剛剛講那個大姨媽 其實這個女生的月經 其實也不一定叫大姨媽 有的叫… 有的叫好朋友 等一下啦 聽我講…還沒講 十年前的朋友怎麼樣 好朋友是你把它拆開叫 這比較 文字幽默 好朋友是比較厲害 比較合理啦 對啦… 這個約定俗成嘛 是… 那個下水筆得應該很少上電視 很少… 沒有… 對…沒有 所以妳剛剛有一些用詞 還有一些用詞 還有一些那個電視都不能播 反而就是說不要那麼直接 過去來講 人家就講有兩個鐵效果是什麼 性與暴力 所有的暴力比如說廖峻碰碰 有沒有 對 賞巴掌的啦 打頭的啦 奇怪喔 就打巴掌也沒有打到你 還有撞牆有沒有 還有撞牆或幹嘛 香蕉皮疊倒的啊 對 就很好笑 性很簡單 性就講到這些 像康哥他過去來講 人體器官掛在嘴巴上了耶 對啊 是啊 對不對 以前我在PUB表演都是可以的 到電視來以後 你就會開始審核 怎麼調整 自己讓自己這個進步 是 用不同的語言 如果你們覺得 有挑戰成功的話就舉圈 沒有挑戰成功就舉差 3 2 1 舉牌 恭喜挑戰SPA 謝謝 來… 謝謝 謝謝 你是失敗他們才跟你HIGH FIVE的喔 沒關係 好 抽出來下面一位挑戰者就是 單槍匹馬是吧 是的 一個人 這樣可以啦 他資歷有9年耶 他應該是Oh my God 對不對 會時候 對不對 應該就是那個了 沒有啦 他應該是有智慧的 好 一起來看看 不知火的挑戰 YMCA 大家起來 YMCA 嗨 大家好… 太開心了… 我是不知火火姐 我先認識一下大家 第一次跳YMCA的舉個手好不好 舉手一下… 第一次好 這位帥哥 我懂… 我可以從你眼神中看出你的困惑 對 我為什麼要跳YMCA 難道你們看不出來 我就是個YMCA嗎 看得出來吧 而且…你看到我的長髮 可以看知道吧 我就是那個跑團的飯局妹啊 而且我很喘有沒有 真的很喘 因為我剛剛從那個新海路二兵那邊 跑過來 好喘 我拖跑不完耶 我只有九尾飯局妹啊 太喘… 好 我承認好不好 我承認我是拖秀界裡面 年紀最大的脫秀演員 精精神 果檢…果化檢 好 但是不要再問了 我真的沒有打過假舞戰爭 假舞戰爭 我跟你講 大家出來那個江湖走跳有沒有 就一定要取一個別名 讓大家記得你 對吧 對 像我們這個憲哥 憲哥就是我們 綜藝界的Local King 本土丘王 OK… 隆隆 我們評審隆隆 就是我們脫口秀的小天后 我們的康康… 這是我們綜藝界的 綜藝界的 不重要 帥 我… 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活潔我 不知活我 我就是拖秀界的小龍女 清新脫俗 不食人間煙火 古墓派傳人啊 哪一個演員敢說 他比我更接近古墓的 脫口秀節奏掌握得一 吳宗憲點出關鍵原因 那一個是我們家的祖傳苦茶 口杯超好 因為我親自配送 可你打開門看到我 瞬間醬 我沒問題 老漲的茶最貴 我老漲 因為他們吸收日月精華 小鮮肉想認識一個老漲人 想是不是 到小房間 讓他看一下我的年輪 對 他講得很順很順以外 他臨場的互動非常好 沒有… 不是順的問題 是年紀的問題 大家知道 我們這個脫口秀節 不要看我們這樣子 好像很散漫的樣子 其實我們很認真的耶 我們回家都常常寫段子的耶 我們脫口秀節 有一個很有名的演員叫大可愛 不認識的我介紹一下 大可愛就是這麼大可愛好不好 他據說有一千個 有關於胖子的笑話 火解我輸他 拜託 我也有一千個有關於老人的笑話 滿滿的好不好 滿滿的 A4兩面好不好 滿滿的空白 這是一個關於失智老人的笑話 不是啊… 其實這個疫情過後了嘛 實際上我就是好習慣 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戴帽子 我那天走在北車路上 結果有一個人在後面叫我 阿桑… 幹嘛 你有沒有看過這麼貌美的阿桑嗎 他說不是啦 玉蘭花一串多少錢 我說啊 三千 怎麼那麼貴 我說 但是喔 拓球員其實 真的是滿窮酸的啦 其實火解我 也不要打從臉充胖子 其實我平常也是有在兼差啦 我是做Food Panda啦 我賣的是我們家的祖傳苦茶啦 但是我口碑超好的 真的 客人都很喜歡 因為我親自配送啊 我送到輔照的時候 客人一打開門看到我 但是喔 我告訴你講到茶 我在這裡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茶的這個歷史 大家知道台灣什麼茶最貴嗎 什麼茶 洞丁烏龍茶 就是這個老杖的茶最貴 老杖耶 你不覺得台灣很奇妙嗎 什麼東西只要加上老杖 就貴三倍 芒果 端午節吃芒果 貴三倍 文旦 中秋節文旦 貴三倍 後來我想想 為什麼老杖就特別貴呢 對 因為他在世界上生活的 扎根最久 吸收日月精華 當然最貴啊 對不對 憲哥想認識一個老杖的人嗎 很貴嗎 這小鮮肉想認識一個老杖人 想是不是 讓我們到小房間 讓他看一下我的年輪好不好 很多人都說 火姐…你活到這把年紀 你還有夢想嗎 沒禮貌 我當然還有夢想 而且我比你們大家都認真 我還參加那種三天兩夜的 那種夢想體驗營 然後我們老師就告訴我們 真正一個有夢想的人 每天不是被鬧鐘叫醒 是被夢想叫醒 我聽完之後 我真的好激勵 我真的好激動 我隔天早上 五點就到教室了 老師已經在裡面了耶 老師看到我就 火姐 好棒棒 你是被夢想叫醒的吧 我說謝謝老師知道 但是很多人這個後輩小朋友 都問我說 火姐… 那你…你這年紀 你還想結婚嗎 我說當然啊 你還沒結婚啊 結果他們就問我說 那火姐 你的摺偶條件也是高富帥嗎 我說 我說 我… 逼 摺偶條件 第一 跟我年紀差不多的 我希望她還有頭髮 第二 只要她還有牙齒 第三 我希望她不用葉克膜 也可以自主呼吸的 都可以 謝謝大家 我是火姐 謝謝 掌聲鼓勵 瓜哥 謝謝 瓜哥 謝謝 她這個段子 至少講50篇已經 真的 很熟悉 她講得很順很順以外 她臨場的互動非常好 沒有…不是順的問題 而是年紀的問題 年輕講到 所以你看第一個她人設成功 對 這個很重要耶 馬上就跟別人不一樣了 然後她的人設成功的地方在哪 在於自嘲 自嘲 大家都會覺得 看 笑她這樣 我們在舞台上就是要被笑 有時候你段子寫得再好笑 但觀眾不喜歡你 對 我就不想笑耶 可是當我喜歡你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算講得好像還好 但我都會覺得好可愛 笑得不尷尬 對 也有點失誤都好可愛 好高夫一這樣 一個人真的是比較辛苦 如果她今天是碰碰 她有一個類似她的搭檔 這樣應該會更多耶 超級精采 但她的銜接點 我覺得已經算非常非常順了 對 對 不會卡卡的 好的 各位 我投票了 好可怕 如果認為挑戰成功 可以坐上那些黑沙發的話 舉圈 如果覺得挑戰不成功 就舉叉啦 3 2 1 請舉牌 數一下… 恭喜挑戰成功 成功 謝謝 謝謝 光姐 請坐下保證 好 請坐… 沒有 請坐… 來 接著下來誰要來挑戰我們的護之火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榮丹麗 榮丹麗 歡迎她們兩位精采的挑戰 來 大家好 我是丹麗 歡迎小紅包 我們是榮丹麗 榮丹麗 大家好 第一次來到這個小明星大跟班表演慢柴 你會不會緊張啊 憲哥 喂 我們在表演 這種事情等表演完再做吧 不要 其實在我這輩子 可以來上幾次憲哥的節目 的確是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再繼續這樣 就絕對只會有這一次了吧 好啦… 你剛剛說什麼 已經沒事了 所以沒事了 對 憲哥 回來啊 就算沒事 我們還是要把段子表演完吧 好啦…趕快表一表 趕快演一演 才不能這樣講 我們難得上電視嘛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大家講 首先我想要先感謝我的媽媽 得獎敢言 雖然上電視也很開心沒錯 但這通常都是得獎才會說的吧 你懂不懂得飲水思緣啊 如果你媽沒有生出你的話 你有機會來上節目嗎 的確是這樣沒錯啦 那你還不感謝你媽媽媽媽 多一個媽吧 不是 我也不是不感謝我媽 我只是說在這邊講不適合 而且其實我也很想我媽 我常常在想 我要不要乾脆放棄夢想 搬回老家陪我家人算了 可是我又覺得 我都上來打拚那麼久了 如果沒有一點成績 我要有什麼臉回去呢 我們在表演耶 我知道 都妳愛的 好啦… 所以你很想你媽 廢話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跟我說 你以前最常跟你媽做什麼 我來幫你重溫一下 我知道 小時候我最喜歡陪我媽去逛菜市場 菜市場 這簡單啦 真的嗎 我們丹丹好乖喔 還會陪媽媽來菜市場耶 我最喜歡陪媽媽買菜了 好 那我們今天來買 憲哥啊 等一下回來啊 我媽才沒有那麼喜歡憲哥啊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媽不像妳一樣那麼喜歡憲哥 一樣…對不起… 不是 我說 對不起… 情境示範財大貨好評 衛免者寶座要小心 她吃什麼 紅心菜 讓我們去買三色豆吧 那為什麼 妳要吃三色豆 小孩子愛挑心嗎 三色豆 媽媽 我媽不像妳一樣那麼喜歡憲哥 不是妳買過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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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哪一個最好 其他再通通拿去退掉 為什麼要脫褲子放屁 不然要怎麼放屁 當然真的是這樣放啊 正常直接放出來就好 正常放 對 試試看 但不要現在 不要現在 我媽不像妳一樣那麼喜歡憲哥 媽媽一樣…對不起… 不是…我說 對不起… 不是…隨便啦 反正大家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就好了 趕快幫我重溫 好啦… 丹丹好乖喔 她會來陪媽媽買菜 不會 丹丹你想要吃什麼 我今天想要吃空心菜 那我們去買三色豆吧 為什麼 哪裡問好玩的是嗎 我不要吃三色豆了 小孩子愛跳屎耶 受不了妳啦 謝謝媽媽 媽對我最好了 老闆啊 不好意思 我要一包三色豆 媽媽 妳剛剛不是已經答應我了嗎 我沒有答應妳啊 我只是說我受不了妳 太過分了吧 這什麼啊 老闆不好意思 可以試吃嗎 可以 先這樣吃… 那我也要吃 不可以吃 我吃了 好好吃喔 老闆不好意思 這三色豆怎麼賣啊 這麼好喔 為什麼又是三色豆啊 妳剛不是已經買過了嗎 妳不懂啦 我們逛菜市場 就是要先買過一輪 看哪一個最好 其他再通通拿去退掉啊 煩了吧 通常應該是先逛過一輪 再買一家最好的吧 為什麼要脫褲子放屁啊妳 不然要怎麼放屁啊 還真的是這樣放啊 不是 通常應該就正常直接放出來就好了 正常放 對啊 我試試看 不要現在 趕快陪我買菜 老闆啊 不好意思 這空心菜要怎麼算啊 終於要買空心菜了嗎 旁邊這妳女兒嗎 很可愛耶 幾歲啊 大一喔 要不要跟我們家丹丹認識一下 怎麼樣妹妹 考慮一下 不要逼她 我這年紀快搭她一輪了吧 你不要小看我們家丹丹喔 我們家丹丹力氣很大的喔 講這要幹嘛啦 我跟你說 她上次只揮了一拳 我打妳的媽 等一下…我不會打妳媽媽 而且妳講這個 她絕對不會比較喜歡我吧 怎麼樣 想嫁給她喔 最好是啦 不要鬧了啦 趕快買菜啦 好啦… 老闆啊 不好意思 我要三根玉米啦 空心菜咧 一根紅蘿蔔 空心菜啊 再一包豆子啦 空 又是三色豆啊 好啦 來 丹丹 這兩包三色豆 幫我拿回去退掉 我才不要啊 謝謝大家 掌聲給你 兩位的表現相當不錯 但是啊 就是說他們預知死亡際事 兩個人這個對得太多次了 對到最後對不對 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因為妳已經知道 她下面要講的事情 妳的反應 沒有等她演完 以前我跟那個飛哥有主持 那個綜藝大哥大 飛哥好慢啊 對… 你也太慢了 對… 我都長大了 但是我還沒講完 不是 因為我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有一個地方就是飛哥說 他不主持了 他要走出攝影棚 他說他是會真的走 所以演就是剛剛憲哥講的 就是這個意思 是… 演的時候要帶我威力 要演真的一點 交給我們的觀眾吧好不好 觀眾嗎 能不能挑戰成功 如果覺得難舉圈不行舉差 3 2 1 舉牌 挑戰成功 這當然是成功 打扮了佛姐了 壞嗎 佛姐 妳有啦 妳幹嘛 兩位請坐 妳幹嘛 妳們不懂敬老尊賢 我是有退休金 而且我沒有小孩 妳們這笨笨的 而且…我抱妳回去啊 請坐 謝謝… 下面一位挑戰者就是 小太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太陽 很高興能來這邊跟大家表演 看我的外表 就是在我的這個喜劇風格 走一個知識形形眼的路線 所以你們可以叫我 知男 知男而退 對 要先細節製作單位 我那邊的椅子是能夠有椅背的 今天做好這個準備 我會講這種笑話 其實跟我這個本人的爸爸 有很大的關係 當年我在當兵的時候 每次退 放假 穿著絲大當的迷財衣回到家裡 我爸就會對著我說 我不知道他是誰 除非你有使用 三德利範倫保養品 就會看到 詩英蘭動靈男神的照片囉 沒有業配 我爸不只會這樣子 他會繼續跟我講一些很奇怪的笑話 小太陽啊 你知道嗎 艾滋病患者是不用當兵的 為什麼 我聽到這個地方 就有點尷尬受不了嘛 從頭會這樣 爸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個樣子 你講這種爛笑話幹嘛 我叫你爸 你打我媽 這樣對嗎 那麼這樣 何必讓 真的有 竟然有 你演那麼多次就一個人對上 我爸講這個笑話 然後就這樣影響到了我 講笑話這麼多年 但是我覺得這種冷笑話 應該可以使用在 除了不賺錢的工作上 也用在搭訕 搭訕一些新朋友可能不錯 像前陣子我去看一部電影 叫倉鹿與少年 那天很巧 那碰巧 那賣票的小姐 正妹 飄到受不了 我就想要展現一下我的幽默 看她會不會給我她的行動電話 Line ID 對 對 好啦 好 我就想說到了之後 等到我就想裝可愛 小姐 給我一張倉鹿與中年 是少年啦 七年半 吳丁開眼 電影很好看 電影很好看 不是 電影很好看 我的幽默失敗在一些地方 但是我認為她有成功的角度 她有成功的時候 我會這樣想 我跟我老婆是靠那個 叫我軟鐵認識的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就是在 我先發動對話的公式 就是說想說講笑話 我說小姐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開車經過林口 那邊好多人在打架 你知道林口人都怎麼打架嗎 我在她封鎖我之前 我在她封鎖我之前 馬上邀約她了 我跟她說恭喜妳通過了 我的冷笑話考驗 我這邊打算招待妳跟我去吃 教父級的牛排 她聽得好高興喔 我那天在孫東堡 等到打烊她都沒有出現 但後來我們還是有繼續的 就出來有約會 像是我跟她曾經去看過燈會 前陣子去看燈會 然後那天很熱鬧 我在路邊走到停車隔 我就準備倒車要停的時候 車子就傳染正正的臭味 我老婆就問我說 這車子正常嗎 是不是你手上車忘了拉 我說當然正常啊 倒塞… 倒塞 等一下到我的臉書 我會把今天所有的笑點 都告訴大家 我們下去燈會逛的時候 那天好多人喔 警察在認識了一個機動派出所 我就很問我老婆說 你會不會很好奇 機動派出所裡面的警察 但是她可能說我認識到 遇到一個我的日本朋友 她叫公升 Mia Molly 我就遇到她很巧 見到面的時候她就對我說 小戴陽很高興認識你 這麼久不見 今天晚上走完 我們一起喝一杯也笑一下 當然好啊 怎麼可能是真的啦 最後…聊最輕鬆的 真的輕鬆的 我聊我學生時期的時候 我學生的時候 不是很喜歡讀書 我很常常跳課 但是我有個習慣 一跳都跳三節 因為這樣就有獎金嘛 三節獎金 大家加油 快結束了 我媽是一個 她對 她生活很困苦 她總是要這樣逼迫我 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都必須要出去 減食一些米粒 才能夠維持家計 她又愛考我 你知道我這樣做的時候 都是幾歲嗎 你們各位猜猜看 幾歲的時候 我媽出去外面減食米粒 十歲 答案是 十歲 十歲 回到家的時候 她媽媽又對她說 怎麼都這麼晚了 米勒 我最後還有一個笑話 但是我有點想不起來 現在叫小太陽 小太陽不錯… 可愛啦 她從頭到尾就玩一個諧音梗 對 也是玩到就好吧 給她玩 沒有 人就這樣 這複雜的事情簡單做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對 你就有機會成為專家 對… 講得太快了 我覺得太快了 對 太快 因為我也很喜歡諧音 你自己那麼慢 你還嫌人比較快 所以可能我的好處就是因為慢 諧音梗要慢 因為大家要等一下 對 OK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像我兒子就問我說 爸爸你為什麼常常 跟朋友去喝酒 我說喝酒可以放鬆 然後可以讓對方獻出原型 然後我兒子就說 為什麼不是正方形 原型 原型 他會跳正方形 就像我小時候就是很無法理解 牽手關 對 牽手 夜夜都要想 爺爺都會想 OK 好 如果你們圈的挑戰法 給一個圈 如果挑戰失敗給一個差 好 3 2 1 請舉牌 好 來…謝謝 來…謝謝小太陽 沒關係 你現在是驚蝦嗎 沒有小太陽 我們還有霓陽 霓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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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霓陽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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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來 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Juan Nhi 我講脫口秀已經五年了 所以我相信在場的各位 一定是沒有人認識我 所以我對自己不紅的程度 非常有自信 好啦 那我的段子的內容 其實大部分 都是在講我老婆小孩之間的東西 只是今天來到的小明星大跟班 我決定為這個節目做一點突破 我決定今天就不講老婆小孩的段子 我決定今天就要來講 我工作相關的段子好不好 滑下怕什麼好不好 滑下怕 突破…好不好 好 那這個大家其實不知道 其實這個我是有工作的 我 不要緊張 講這個好像有點奇怪 不過我是有工作的 我的工作其實是一個補習班老師 真的 我叫高中數學的 只是前一陣子我辭職了 現在就來跟大家聊聊 我老婆跟小孩 不是…我工作講完了… 想聽什麼 沒了 我有兩個兒子… 我的老大叫做阿諾 我的老二很大 他吃了很多 他很重 有二十幾公斤好不好 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他生日 所以我們就全家帶著 這個我們家的老二去慶生 去餐廳吃辣餐這樣子 我忽然看到我們家的兒子 坐在那個座位上開始大哭 在那邊大哭說 我沒有… 我老婆就抱著我兒子在那邊說 好…你沒有… 媽媽亂講話…對不起… 我就問我老婆說 怎麼了 我才去上個廁所而已 回來她哭成這個樣子 我老婆看著我說 我… 現在是怎樣 長得像我還好吧 是長得像康康才… 才交易表人才 我老婆她是英國人 真的 沒有跟大家唬爛 她是真的英國人 不是那種無聊的爛笑話 說我老婆是中英混血 真的假的 對啊 綜合婚姻歌 不是喔 不是這種無聊的爛笑話 她是真的英國人 我老婆而且她還是一個 自我意識非常強的一個人 什麼意思咧 她不相信這個世界的任何人 連我都不相信 那個時候我們剛結婚 結婚之後 她家事全部都一手包辦 我想說 我要當一個好男人對不對 我就問她說 老婆 家事是可以 我也可以幫忙做一下的 分一些給我做好不好 我老婆跟我講說 不用啦 我怎麼捨得我的寶貝那麼辛苦 你去沙發上坐著 好好看電視就好了啦 各位 聽起來很貼心對不對 你們要聽出這背後的意思 她的意思是 你做的一定不符合我的標準 你做完我還要再重新做一次 我還不如一開始就自己做 她是這個意思 我聽出來的啊 但是我沒差啊 我有講啊 對不對 是你自己不接受的 我還是一個好男人啊對不對 所以我就去看電視好不好 只是後來 小孩出生了之後 每天忙到三四點才睡 早上六七點又要起來顧小孩 每天嚴重的睡眠不足 我看了其實也是很心疼 我就還是去問她說 老婆啊 一定有什麼事情 是我幫得上忙的吧 你就讓我幫… 讓我幫嘛 然後我老婆就跟我講說 不用啦 老公 不用啦… 不用啦 我居然被我生氣耶 我一定要證明我自己 那天看到廚房碗盤還沒有洗 我就想說好 我就把它洗乾淨 然後證明自己幫得上忙這樣子 我就站在那個碗盤前面 我很緊張 就是沒洗過 過太爽就是 非常緊張 後來我就好不容易 想盡辦法把它洗完了之後 好 放好 我就去睡覺 隔天早上起來 你最棒了 你最貼心了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 然後我想說 我也不要太得意忘形對不對 我就跟他講說 好啦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洗啦 不然你看一下 有哪邊沒有洗好要加強的 不然跟我說一下 我老婆就講說 不用啦 老公 生氣個屁啦 不妨一寫啦 謝謝大家 老師 俊陽妮 掌聲鼓勵 俊陽妮 不錯… 她這個生活當中 會變成有同理心 有畫面 你們講故事的時候我告訴你 你要把那個畫面勾勒出來 非常重要 我一直蠻喜歡俊陽妮的段子 就是很生活化 然後很輕鬆 對 所以就是你不用認真去想 因為就沒什麼腦你知道嗎 對… 就是… 她不是虛構的嘛 就是真實在增加戲劇效果 好 就這樣 我們來看看 好的 到底俊陽妮 跟那個榮丹妮 榮丹莉 榮丹莉… 榮丹莉… 3 2 1 舉牌 來 挑戰十八 恭喜榮丹莉成為今天的冠軍 請起立… 都很好… 我們有時候這個教學可以相長 他們脫口秀的人真的要很穩 阿咪老師都沒有幫忙做什麼效果 因為怕打斷 習慣了沒有這個配備 對 真的 突然有還反而會嚇到 對 他們唯一的配備是什麼 就是自己的表情 結果我老婆就說我會生氣啊 等反應… 對 觀眾已經很有那個就 所以一句話要送給大家好不好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 羅馬不是一天的教學 萬丈高樓平地起 有朝一日登上大一幕好不好 好 謝謝你們 謝謝他們 謝謝你們兩位的嘉賓朋友 謝謝你們兩位的嘉賓朋友 好 專輯唱給大家 好 歡迎大家